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千学 第二百九十七集 从那片山头离开之后 他们到了一个小村庄 这里竟然还有餐馆 倒是有点出乎两个人的预料 木木走得并不急 就像是根本不会担心 会被人追上那般 久而倒是多了几分心眼 不知道木木走得这么慢 到底有没有别的什么目的 是真的不担心被追上 还是说 其实今日的一切 又是什么阴谋 心一旦有了缝隙 便再也回不到从前那般蠢透 信任也已经打了几分折扣 怎么了 面不合口味吗 见她一直不动筷子 只是在看着周围的风景 木木将自己那一碗 也推到她的面前 你的是牛肉面 我的是腌肉面 你就先试试吧 不喜欢的那一碗给我 不喜欢的那一碗给她 如果木木 是她心之所系的人 这一刻 两个人该有多甜蜜 我还是喜欢牛肉的 九儿将自己的那一碗 拿回去 低头吃了起来 天已经大亮 周围的一切清清楚楚 远处一行人路过 看穿着 竟有点像皇城里头的侍卫 九儿下意识 低垂脑袋 抬起手吃面 将自己的脸挡了去 木木别过脸 看样子 像是在拿什么东西 总之 连也是看不到的 那一行人 拐入不远处的巷子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出来 往这边搜寻 九儿随意吃了几口 便放下筷子 我吃饱了 走吧 木木 却显得有几分随意 他们只有几个人 对我们 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不想耽误你用膳 先吃好了再说 是吃好 不是吃饱 不是像他现在这样 匆匆忙忙 扒几口就完事 我真的吃饱了 九儿将碗往前推了推 木木没有再说什么 低头吃面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队人马 从另一条巷子出来 木木一把拉住九儿 走 就在凤九儿起身的那一刻 侍卫那边 忽然传来一阵沉声大喝 站住 他们在那儿 该是九皇叔的人 不要伤害他们 九儿看了木木一眼 木木没有说话 牵着他加快步伐 走向他们的马儿 就在侍卫的队伍 快要靠近时 他拉着九儿一跃上马 朝村口的方向离开 驾 快追 他们没有走太快 只是随意地走走停停 身后那对侍卫 追得实在是痛苦 要是完全没有希望 那也就算了 回去禀告一声 说自己看到九儿小姐 但是追不到 这样虽然没有完成任务 但至少不至于那么累 可是前面这两个人 真的是混蛋 每每在他们快要绝望的时候 忽然又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害得大家就像是又看到了希望那般 立即地奋力追上去 可却又在他们快要追上的时候 两个人一瞬间就加快了速度 绝尘而去 娘的 耍他们的吗 痛苦死了 整整一天 就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情况下逃亡 中途 木木和凤九儿 甚至去吃了一顿好的 等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 室卫们正好又追了上来 木木和凤九儿是吃好了 室卫们看到他们留下来那一桌残羹冷制 也不知道 是该羡慕还是该怨恨 啊 他们也好想饱餐一顿呢 追了一整个上午 累死个人了 现在 他们就在自己眼前 大摇大摆地逃走 能不追吗 不 怎么可以不追 要是回去让王爷知道 人在眼前走过 他们竟然不追 十颗脑袋都不够他们被砍的 于是 继续追 另一方 继续逃 傍晚时分 木木带着凤九儿 又到了另一家酒寺 饱餐了一顿 给他们 准备点吃的吧 九儿这会儿 是有点不忍心了 他们走走停停的 后面的侍卫 却一整日都没有停过 木木 找来殿小二 再弄一桌吃的 放在这里便好 于是 等侍卫们追上来的时候 面对的 便是一桌好酒好菜 吃不吃 不知道 是谁的肚子 咕噜噜叫了声 忍不住问道 侍卫长摸了摸肚皮 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 现在 饿得慌 可是 殿小二说 是特地留给他们的 娘的 真的被木木给耍了 人家真的 就是在逗他们玩呢 可是 吃不吃啊 好饿好饿 不吃吗 快要饿晕过去了 吃吗 万一东西被下了药 怎么办 各位爷 请放心 那位姑娘说 饭菜没问题 吃吃吧 九儿小姐 说饭菜没有问题 那就一定没有问题 九儿小姐 不会害他们的 只不过 九儿小姐 怎么看 都不像是被木木劫持的样子 反倒是像极了心甘情愿 跟着她 难道 九儿小姐真不是被逮走的 之前 他们甚至亲眼看到 九儿小姐开心的大笑 好像和木木 一起在取笑他们 这顿饭 使得实在是憋屈 快吃 吃完继续追 但这一次 吃完这顿饭之后 他们无论如何 追不上木木和凤九儿了 从九四出来 一直到深夜 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原来 白天追了一整天 都不过是人家 在给他们追上的机会 拿他们斗猴一样耍着玩 不想让他们追上的时候 就真的追不上了 现在 木木和凤九儿 在一个小村庄的房间里 给了屋子主人 一订银子之后 这个舒服的房间 便留给了他们 晚上沐浴更衣后 九儿坐在床上 在研究她的针包 木木依旧和往常一样 坐在椅子上看书 一天了 两个人的相处 始终是那么融洽 相安无事的 好得很 只是今晚 气氛分明有点不太一样 木木将书本放下 朝大床这边走来 凤九儿似乎 还在专心地研究 她的针包 并没有注意到 她的靠近 直到她 开口说话 必无可避 九儿 时间不早了 我们休息吧 凤九儿心头 是有点乱的 有些事情 她还没有决定好 木木却已经在床上 坐下来 伸出大掌 握住她的小手 有些话 我想和你说 哎 你的手 为何这般冰凉 可能今晚 有点凉 虽然心里 还装着许多事 但凤九儿 还是将针包 收了起来 放回到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她抬头 看着木木 未来的急开口 木木一道 你既然已经决心跟随我 那 今夜 我们成亲吧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